人如何才能快乐? 我们从论语中能够找到答案吗? 孔子在论语中说, 智者不惑,人者不忧,勇者不惧。 没有迷惑,没有忧虑,没有恐惧。 排除了这些负面的东西,快乐自然无所不在。 那么,我们怎么才能做到不惑,不忧,不惧呢? 中华经典资源库精彩推荐,论语。 子曰, 其为人也,发愤忘食,乐意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,云尔。 子曰,饭,书食,饮水,驱功而枕之,乐意在其中也,不义而富且贵,与我如浮云。 子曰, 义者三乐, 随者三乐, 乐节礼乐, 乐道人之善, 乐多贤友, 义, 乐交乐, 乐意游, 乐愿乐, 随意。 富佩荣, 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,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, 专攻儒家哲学, 宗教哲学, 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普及。 中华经典资源库邀请富佩荣先生精彩讲述。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论语。 我们这一讲的主题是快乐无所不在。 人活在事业上都喜欢过得快乐。 但怎么样才能得到快乐呢?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思考。 第一方面是要排除负面的因素。 哪些因素让你觉得烦恼痛苦的? 比如说没有工作了, 苏联不好啊, 跟别人相处有问题啊这些。 你排除这些因素之后呢, 就可以转向积极方面, 追求快乐。 文艺里面孔子提到君子的表现, 他说, 所谓的不惑, 没有迷惑, 没有忧虑, 没有恐惧, 那当然是要先做到的。 你如果没做到的话呢, 你怎么可能快乐呢? 但是要做到这三点并不容易啊, 他是君子的表现。 我们首先看一下, 什么叫做迷惑? 孔子说自己四十而不惑, 他做到了。 但是在论语里面呢, 这种材料不多, 只有两次, 一个学生叫做梓章, 他提问说, 怎么样分辨迷惑? 孔子跟他说了一句话, 他说你爱一个人, 希望他一直活下去, 讨厌他的时候, 希望他立刻死掉。 对于一个人, 又要他活下去, 又要他死掉, 那不是迷惑吗? 孔子居然讲这样的话, 我们从今天角度来看, 好像只有跟那种恋爱的感觉, 拉上关系吧。 他讲的其实是什么? 你不要情绪过于冲动, 要用理性来做思考。 所谓的爱之欲其身, 物之欲其死, 既欲其身又欲其死, 是祸也。 所以你要破除迷惑, 让自己减少困惑, 只有一个办法, 理性, 发挥理性的作用, 任何事情的发生, 都要去思考前因后果, 相关的情况。 而不能够一时之间, 情绪冲动, 好的, 坏了, 都走极端, 这不行。 另外一位学生是比较老实的学生, 叫做梵池。 他也把握机会, 请教老师, 怎么分辨迷惑呢? 孔子给他的回答, 我们听听看, 他说, 因为一时的愤怒, 就忘记自己的安危, 以及父母亲的安危, 这就是迷惑。 所谓的一朝之愤, 既其身以及其亲, 是祸也。 这说明什么? 还是一样, 愤怒。 愤怒是一种可怕的情感, 一冲动起来的话, 力量很大的, 很可能是不顾一切。 我们说这个, 一旦发怒的时候, 好像发疯一样, 外国人也演电影, 说一个人发怒的时候, 深情就变成巨大, 没有人打得过他。 所以呢, 这时候就要考虑清楚, 你一时愤怒, 跟别人斗殴, 决斗, 自己有危险, 你恐怕还让父母陷入危险。 为什么? 别人打不过你, 放火烧你家, 怎么办呢? 所以, 我们只看到这两段材料, 说明你要做到不迷惑, 一定要好好地练习, 理性的思考, 任何事情都不要冲动, 这第一个, 能做到, 那就进入智者的层次了。 第二个人者不忧, 人者他没有什么忧虑的事,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, 儒家是有忧虑的, 孔子说过, 君子忧道不忧平, 所以这个忧虑什么, 道不能实现, 这是一辈子的忧虑, 所有的儒家的学者, 都有忧虑的, 忧虑的是老百姓过得好不好, 我的德行修养的够不够, 所以孔子也说过, 人无忧虑, 必有禁忧, 那这当然是, 生活上, 你要考虑长远一点, 就没有问题了, 孟子后来发挥的很好, 他说君子有终身之忧, 无一朝之患, 我有终身的忧, 忧什么, 我没有像顺一样完美, 别人是一个顺, 他做得那么好, 我们做不好, 这要忧虑, 没有说一朝之患, 今天吃什么, 今天穿什么, 今天去哪儿玩, 没有这样的忧虑, 接着不惧, 勇者不惧, 有一次一个学生, 就请教老师, 怎么样才能算君子, 孔子跟他说, 君子不忧不惧, 学生再问, 他就说, 内省不救, 夫何忧何惧, 只要反省自己, 问心无愧, 就不需要忧, 也不需要惧, 惧就是害怕, 你如果任何事情, 平良心去做, 认真地把它做好, 你害怕什么, 在这个时候, 我们把这三句话, 再合起来看, 我们说, 智者不惑, 一个智者, 他没有什么迷惑, 这听起来很简单, 智者当然是, 了解很多道理, 他用理性的思考, 他不会有什么迷惑的, 第三句, 勇者不惧也是一样, 既然是勇者, 你当然是没有什么好畏惧的了, 但是请问, 为什么说, 忍者不忧呢, 这时候就要回到更深一层, 什么是忍者, 忍者就是行人的人, 但是不要忘记, 也就是真诚的人, 一个真诚的人呢, 他没有什么好忧虑的, 因为他真诚, 他一切都是秉公而行, 孔子的学生啊, 有时候还会在底下猜测, 老师是不是隐瞒了什么东西, 没告诉我们, 所以孔子有一次就直接说了, 各位同学, 你们以为我有什么隐瞒吗, 我没有任何隐瞒, 我的言行表现都在你们前面, 没有说有什么思想藏起来不说的, 只要你们问, 我都会回答, 所以孔子他是忍者不忧, 是因为坦坦荡荡, 真诚由内而发, 所以也不需要去忧虑什么, 你把这三个情况都排除, 没有迷惑, 没有忧虑, 也没有恐惧, 哎, 你觉得外面有希望呢, 但这样还不够, 孔子身处乱世, 一生遭遇种种困境, 却总能在生活中保持坦荡和快乐, 当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, 他又是通过什么方式, 去追寻快乐, 让人生充满正能量的呢, 你活在这个社会上, 有许多困境怎么办呢, 你怎么面对困境, 而孔子确实有过这样的想法, 就是要离开鲁国算了, 他就对子路说, 我的理想不能实现的话呢, 干脆沉梢木乏, 到海外算了, 能跟随我去的就是子路吧, 子路听得高兴得不得了, 为什么, 因为子路很多时候比不上颜渊, 比不上子贡, 孔子看他那么高兴, 就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, 因为孔子不是真的要出国, 他说, 子路啊, 你爱好勇敢超过了我, 但是我们找不到适用的木材啊, 你要做这样的木房, 可以漂洋过海, 那个木头去哪里找, 所以这就是孔子对学生的一个, 一方面是鼓励说, 他对子路很欣赏, 另一方面提醒他, 我只是感叹啊, 这个社会很乱, 我的理想不能实现而已, 另外一次呢, 孔子又想离开鲁国了, 想到哪里去, 到南方去, 到江苏浙江这一带, 古时候那里还算作久仪之地啊, 很落后的, 所以我们看到论语上的记载, 子欲居久仪, 或曰漏如之河, 有人跟他说, 那种地方太落后了, 你怎么能住呢, 孔子说什么, 君子居之河漏之勇, 这真是非常精彩的回答, 君子去住的话, 怎么会简陋呢, 君子就是要办教育嘛, 就是提倡文化的嘛, 当然孔子也没有去, 孔子作为老师, 他教学生一辈子, 有的学生也让他失望啊, 上次我们提过, 宰我白天睡觉, 孔子对他加以责怪, 另外也有学生呢, 像燃友, 多财多艺能够做官, 结果做官之后呢, 就替记事增加税收, 让他的老板, 记事财富啊, 比鲁国国君还多, 孔子很不高兴, 他说燃友不是我们的同道, 同学们可以敲着大鼓去批判他, 显然他非常的不满, 另外就是子禄, 子禄也制作主张, 要让一个年轻的学弟啊, 去做个县长, 孔子说还不适合, 像这些都说明什么, 说明孔子对于自己教的学生啊, 有很多地方觉得不够理想, 他甚至还说过一句话, 他说, 没有人了解我呀, 我们有时候看到这句话, 真的很伤感, 孔子有这么多的学生, 他居然说没有人了解我, 而当时在旁边的是谁呢, 就是子贡, 好学生, 我们都知道孔子有三个最好的学生, 最亲近的学生, 就是爷渊, 子贡, 子禄, 结果子贡在旁边说, 老师, 为什么没有人了解你呢, 孔子只好说了, 不怨天不由人, 下学而上达, 自我者其天父, 只有天了解我吧, 这个话不是一种感叹的话, 它里面应该也有一些事实的根据, 因为孔子的思想是无道义以贯之, 这个义以贯之, 很难说清楚, 为什么, 我们这边补充说明一下, 子贡这个学生, 非常的聪明, 言语科的高材生, 他喜欢比较别人, 评论谁好谁坏, 他有一次评论到孔子了, 他说我们老师啊, 是五个字, 多学而自知, 广泛学各种东西, 脑袋记忆力不错, 记下来很多材料, 这话传到孔子的耳中, 孔子不太高兴, 就把子贡找来, 说你以为我是广泛学习各种知识, 然后记在脑袋中的人吗, 子贡说是啊, 难道不是吗, 孔子说非也于义以贯之, 他说不是的, 我有一个核心思想, 把我的学问整个连起来成为一个系统, 你一贯之道是什么, 就是人, 孔子呢, 他要快乐的话, 需要另外找到一些方法, 什么方法呢, 诗跟乐, 孔子说过一句话, 他说诗经有三百多遍, 用一句话来概括, 就是诗无邪, 很多人把它讲成思想纯正无邪, 这是不对的, 为什么, 因为诗无邪三个字明明出现在诗经里面, 鲁宋, 拯鞭, 形容鲁国国君有一匹马, 非常的壮观, 马跑得很快, 直接跑出来, 不能随便偏斜转弯, 这叫做诗经三百多遍, 一句话来概括, 就是全都出于真诚的情感, 所以诗经就是文学嘛, 文学以情感为主, 绝对不能绞柔照作, 或者堆砌文照, 所以孔子说的是这个, 你读诗经的时候不觉得情感很真诚吗, 真诚能够引发真诚, 所以一个人读诗经的时候, 很容易回到自己的少年时代, 感觉到自己年轻的时候, 那种真诚的情感发出来, 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早年的理想, 所以孔子就劝学生要读诗经啊, 他特别提四个字, 可以心, 可以观, 可以群, 可以愿, 都跟情感有关, 引发真诚的情感, 观察自己的自洁, 看看年轻的时候立的志向, 老的时候是不是还记得, 然后呢, 可以感通人群的, 叫做情感交流, 可以抒发委屈怨恨, 你如果心情不好, 读诗经就发现, 你这个不好算什么, 多少人在里面比你有才华的, 比你受更大委屈的, 多了, 读了之后自己的情绪呢, 就和谐了, 和解了, 所以读诗经啊, 确实可以带来快乐, 所以孔子说过三句话, 心于诗, 立于礼, 成于乐, 你如果谈到教话的时候呢, 要从诗经开始, 年轻的时候, 尤其是很多人, 他有真诚的情感, 能够经常想到自己的理想, 自己的抱负, 叫做心于诗, 立于礼呢, 在社会上立足, 要以礼为主, 人有人来往呢, 掌幼尊卑, 各种规矩都要掌握到, 社会才能够有秩序, 并且和谐, 成于乐, 教化的最后的结果, 要靠音乐, 所以在《轮运》里面呢, 也有几段谈到音乐的材料, 很可惜的是什么, 音乐在古代, 需要有演奏的团体啊, 这已经在当时, 李坏乐崩, 很难得一见了, 孔子年轻的时候, 曾经到过齐国, 他在齐国呢, 第一次听到韶乐的演奏, 韶乐是古代顺的时代所制作的音乐, 是最完美的音乐, 孔子说他是尽美又尽善啊, 他说没有想到音乐可以制作的这么完美, 代表什么, 他在鲁国没有听过, 古书也不像今天, 可以有CD啊, 这些录音的材料, 所以音乐要发展, 要保存是很不容易的, 但孔子呢, 他也认真地研究, 我们以前提过, 他跟十乡学习音乐, 学到最后让老师对他都非常佩服啊, 避袭以再败, 对这个孔子这个学生啊, 所以孔子对音乐显然很有心得的, 他有一次跟鲁国的乐师啊, 就谈到音乐, 孔子对乐师说, 音乐是可以了解的, 开始演奏的时候, 各种声音陆续出现, 显得活泼而热烈, 发展下去呢, 这些声音和谐而单纯, 然后他的节奏, 清晰而明亮, 他的旋律连绵而往复, 一曲告终, 你从这句话实在不太懂得, 他到底在描写什么, 但你不能否认, 使作戏如也, 从之, 存如也, 角如也, 意如也, 已成, 他也是分几个阶段的, 孔子本人啊, 他是精通这些乐器的, 他教学生啊, 怎么弹色, 以前称作古色, 至少指路弹过色, 孔子觉得有沙发之声, 不太满意, 但是珍稀弹色, 孔子对他就很肯定的, 珍稀就是真生的父亲, 孔子本人啊, 在卫国的时候, 曾经急庆, 庆这种乐器啊, 到博物馆看, 大概都可以看到, 一片一片石片, 石头做的, 然后呢, 你敲的时候有各种声音, 只急庆于卫, 在卫国的时候呢, 曾经急庆, 结果有一个人挑着竹篓子啊, 经过孔子的门前, 居然听懂了, 他说有心灾急庆呼, 代表急庆这个人啊, 内心有很深的想法, 很深的情感啊, 孔子还是有办法, 梳解自己的情绪, 他喜欢跟大家一起唱歌, 晚上没事了, 就大家一起唱唱歌, 我们看到隔音里面, 有两句话, 第一句是什么, 老师这一天哭过, 他就不再唱歌, 孔子为什么哭呢, 他的工作, 有一段时间是, 替别人承办伤事啊, 替别人办伤事, 你心里好过吗, 学生又记下来了, 老师在家里, 在家里办伤事的人旁边吃饭, 从来不曾吃饱过啊, 这说明孔子承办伤事的时候, 有几个学生当助手, 观察到老师的表现, 一个职业做久了之后, 往往会有职业上的习惯, 你如果常替别人办伤事, 办久了之后, 就会想到, 这是别人的事情, 我该吃饭还是要吃饭, 但孔子不行, 他非常真诚, 只要看到商家有人哭, 他也难过, 他这一天哭过, 学生发现, 他就不再唱歌了, 到明天又是新的开始, 所以人的生命要有规律, 同时要有一个节奏, 什么意思呢, 一天的苦够一天瘦了, 你这一天难过了, 第二天早上起来, 新的一天, 不要把昨天的情绪带到今天, 好, 另外一段是, 老师跟别人一起唱歌, 唱得很快乐, 一定坚持别人再唱一遍, 然后孔子呢, 跟他唱和声, 直与人歌而善, 一时反之, 然后贺之, 所以看得出来, 孔子常常唱歌的, 唱歌代表什么, 欢乐, 开心, 所以如果一个时代, 有他的问题, 你的环境, 并不理想, 怎么办, 要设法自得其乐, 在孔子看来, 快乐也分好坏, 哪些快乐是对我们有害的, 人追求快乐, 如何才能做到, 乐在其中, 又不误入歧途呢? 讲到快乐呢, 我们要知道, 孔子也分辨, 好的快乐跟坏的快乐, 什么是好的快乐呢? 孔子说有三种, 第一个, 用礼乐调节生活的快乐是好的, 第二种, 乐于称赞别人的优点, 那这种快乐是好的, 第三种, 能够认识很多杰出的朋友, 这种快乐是好的, 这三种快乐有一个特色, 都强调的是, 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, 你如果用礼乐调节生活的话, 叫做文质彬彬嘛, 有礼, 礼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区分, 掌幼尊卑, 有他的各自的规矩, 乐代表和谐, 大家的情感可以交流, 打成一片, 互相沟通, 用礼乐调节生活, 很快乐, 三种快乐是有害的, 哪三种呢? 第一个, 乐交乐, 以骄傲自满为乐, 第二种, 乐意游, 跟别人一言道歉旅游, 以此为乐, 第三种, 乐宴乐, 三日一小夜, 五日一大夜, 此时呵呵, 以此为乐, 这个几乎孔子不讲, 我们也知道, 对一个人的身体不好, 对他做人处事都有问题的, 所以快乐也有好坏, 孔子本人对自己的处境, 有一定的认识, 就大家以这个快乐的好坏, 来提醒同学们, 人生是追求快乐, 但你不要误入歧途, 如果你走上一种, 属于身体方面, 放纵自己的欲望, 来追求快乐的话,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, 那相对的, 走上正面的, 那就是有意的快乐, 所有学儒家的人, 都一定要念论语, 论语第一句话里面, 就有两个字很重要, 一个叫乐, 一个叫乐, 学而是其之不欲乐乎, 有朋自远方来不欲乐乎, 我们提到有朋自远方来, 我们以前也谈过交朋友, 确实可以带来很多快乐, 因为朋友是自己选的, 跟自己自趣相近, 理想相同, 我们叫做志同道合, 所以不管处在什么样的时代, 什么样的社会, 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追求快乐, 也应该为自己的追求负起责任来, 快乐离我们不远, 可以说他无所不在, 以儒家来说, 当然希望我们受到好的教育, 学习诗, 学习乐, 也就是文化的陶冶, 文化的陶冶对于一个人, 书写自己生命里面各种困境, 有直接的帮助, 尤其是音乐, 我记得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, 是我这一生最苦的一年, 我靠什么呢, 就靠音乐, 我买一个收音机, 锁定一个音乐电台, 一打开就是音乐, 我每天读书十二小时以上, 睡觉就会等于昏倒, 昏倒以前, 要把收音机打开, 它里面就有音乐出来, 我就在这样的音乐身中, 进入梦乡, 这样才能调节我每天的压力, 让我可以撑四年之久, 所以我这一生对音乐都有一种很本能的, 很自然的喜欢,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, 只要有适当的机会, 都可以从音乐里面得到很大的快乐,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龙开胜, 将现场挥毫, 用笔墨带来他对论语的领悟和理解, 这个节体取材于这么多, 它是我家的近代的一只字的影子, 有的那个近代的味道, 那种潇洒,洒脱的比试, 显得很圆称, 出戏的变化, 节奏的变化也显得很灵动。 没学透了, 没学透了, 就不要轻易地说创新, 只能说加入自己的理解。 一幅作品啊, 一帮不要超过三个章, 有个人手章, 有个名章和一个雅号章, 这就可以了, 它是盖的时候还要掌握为什么呢? 人手章呢, 一帮在第一个字的下边, 第二个字的一双角, 这个位置就比较妥贴, 显得好看, 一帮的名字要盖上面, 自己的杂号别名, 是这位头发员, 这是这位身材柑, 同性点出现, 这位身材柑。 这位身材柑, 是那位面上, 当代了, 也有什么原因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